航空维修专业者,每天和你分享不一样的飞机新现实。 日前,我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保生研究所,简称苏州纳米所,正式与欧洲空客工程技术中先签署合作协议,并宣布成立航空纳米材料联合实验室,双方将以市场化位方向,加快纳米材料在大飞机上的应用。 这也是空客在纳米领域,首次与中国方面签署的战略合作。 本文根据国内外公开资料,分析其技术背景,碳纳米管材料是寄碳纤维、氛轮纤维、超纲分子量聚以锡纤维材料之后,近20年来工程技术人员业积以后望的新一代高性能人工材料。 理论计算及实验结果表明,碳纳米管具有极为优异的力学、电学及热学等性能。 从理论上讲,其拉伸强度可高达100GPA,超过目前日本动力公司T100G碳纤维拉伸强度的10倍以上,是钢的100倍,而密度只有钢的六分之一。 让释放高度关注,专家总结了一句话,史无前例,作为世界碳纤维第一大国,日本动力公司垄断了高强度碳纤维的70%世界市场,这是第一种超过T100G碳纤维的新型碳纳米管材料技术。 由于具有优良的导电性,其电流强度比同高出300倍以上,碳纳米管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取代硅,并成为下一代为电子产业的基础材料。 在散热性能方面,碳纳米管比目前是温下,最好的金刚是散热片,导热性能要高出3倍以上,由于碳在地球上广泛存在于大气,地壳和生物之中,其原料亦得。 因此高性能碳纳米材料的只被引用成为近20多年,来过技科学界最热点的前沿研研究之一。 苏州纳米所于2009年7月成立后,在碳纳米管新材料研究及应用上,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而引起世人关注。 在新一代战斗机和大型运输机上,以碳纤维复合材料取代金属、玻璃纤维来减轻重量是目前普遍的发展趋势,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却发现,碳纤维也有自身局限性。 比如任性较低,而飞机的记忆等部件,是恰恰要求具有良好的个任性。 常坐飞机的朋友可以发现,民航客机在遇到强气流血记忆的任性极好,弯曲变形幅度很大也不会折断。 据公开资料披露,苏州纳米所颜值的40微米后,0.04毫米的碳纳米管防膜进入了3.5毫米后,140毫米长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层压版后,其完全训练性提高了40%到60%,完全能够满足飞机设计师的力学性能要求。 目前,碳纤维必须在进入液体树脂材料,固化成型制成碳纤维复合材料后,才能真正投入产品应用。 而一般固化工艺都是采用热压罐高温成型,这压罐成型技术可以保证制品的质量稳定,力学性能可靠。 中国为了生产空井2000,预警积雷达天线整流罩,曾经研制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热压罐,确实投入了大量经费支持。 然而,在实际使用过程中,以热压罐成型方式,制备的复合材料存在许多问题。 例如,热压罐成型能耗非常大,能源利用率非常低,热压罐成型周期非常长,设备利用率低,对于大型的热压罐,压力和温度控制较难,升温速度缓慢,这些缺陷的存在都到达增加了复合材料构建的成本。 同时,碳纤维在浸润树质固化成型后与金属材料相比,导电和导热性能变差,因此不得不在碳纤维复合材料蒙皮中增加微型铜网,用以通电加热除冰和舒散雷机甚至大电流,来应对冰雪和雷电等恶劣天气。 这压罐成型制品难以满足这样的需求,而且雷星同网地引入无因还会增加贵借的重量,使其消耗更多的燃料。 苏州纳米所颜值的多孔碳纳米管薄膜普遇碳纤维和裂体数之中间后,不需王贵的热压罐高温成型,仅需简单的抽真空,后通电子加热就可成型。 与传统热压罐固化方式相比,碳纳米管薄膜电加热固化技术,可将能耗和成型时间分别降低83.7%和28.9%,而与热压罐固化成型出来的复合材料,具有相同的力学性能。 而且固化完成后,碳纳米管薄膜还可以作为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组成部分,使其具有优异的导电发热性能。 用于出兵仿雷,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,可以说,这是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,制造上一个里程碑的突破。 同时,碳纳米管薄膜,还具有优秀的防弹性能。 初步试验表明,在高性能纤维防弹材料,一中陷入苏州纳米所研制的碳纳米管薄膜后,不仅防弹性能提高了10%左右,而且最重要的是其抗冲击性能,提高了21%。 也就是说,原先防弹头盔可能防住了子弹射穿,但子弹带来的冲击后效应力很可能使禁止折断,对头部造成非贯穿性损伤,而加入碳纳米管薄膜的防弹头盔则减少,甚至避免了上述伤害。 由于以上披露的碳纳米管薄膜应用,公开资料性能表现十分理想。 经多次考察后,欧洲空科公司决定和苏州纳米所展开通地合作,并迅速形成规模化、产业化,来进一步减轻飞机重量。 提升飞机的安全性、舒适性、初商图书军事、资料时墨西资讯整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